这还是我们的例会,我们的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例会,主要是CM学习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同学求职面试的例会,这个我们不是CM specific的,我们比如你有BI方面的求职,现在我们最近比如有大数据方面的同学们也想上来这个例会来探讨一些大数据的东西,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学CM,两个东西,业务和数据都是有的,我们每一个同学,其实我在跟你们制定那个roadmap的时候,我都强调数据, 就是在build整个CM体系的时候,数据体系要build起来,对吧,这是肯定的,而且我坐在那就能实现,我列在那你就能实现,不是说那个learning code很深,你就完成不了不是的,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求职,求职,我们就是为了求职,那种虚的我们不玩,就是求职,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求职,是吧,一个是跨入IT,或者在IT我们拿到一个好的机会,一个job,上星期, 我们有几个,我们就这星期,这星期,我们同学有几个面试,我们周一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上午中午一个面试,然后跟diriger谈,谈得很好, 因为那个feedback给我,我觉得很有状态,然后那个下午五点钟又一个面试,是跟一个senior manager,还有一个technical guy,谈了一下,那个technical guy是一个印度人,对吧, 然后那个当然了,也谈得不错,但是印度人最后他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因为咱们同学的简历上面,就有一段,比如在有一个experience是9年,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比如这个experience大概是整个加起来做BA是6年,他说你那个9年加现在应该是11年,怎么是6年呢, 就是印度人,其实在这里面,我在,我觉得是一种peaky,对吧,其实很make sense,我在一个企业里面,我开始并不是一直做BA的, 我们那个同学回答的非常好,就是说我开始做的不是做BA,我是做数据方面分析的,只是在这过程中,我后来做BA,所以我6年的BA的experience,很make sense, 然后那个,但是印度人说,哦, it's not inconsistent,你不一致,是吧,这是印度人,我们不管他了, 我,但是同这个,我们那个两次描述,我觉得不错,我们那个同学在一个良性的状态下,就是等拿offer了,这个offer我就说,你只要能把你自己做的最好,就能拿到offer了, 所以这两个,但是我们都没拿到,这个也正常,那个虽然我觉得表现不错,然后一个是谈了50个分钟,对吧,跟那个开展那个跟direct谈了50个分钟, 第二个面试是跟那两个人谈了也有三四十分钟,也都五点了嘛,也快下班了是吧, 我觉得谈得不错,挺好的,就是这样的状态,离拿offer很近了,我觉得就是拿offer,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们两个同学在周四的时候,本来是有一,也是都是BA,是有面试的, 然后那个,当然了在这里面那家公司又是要提供什么reference,把我们两个同学折腾的一塌糊涂,反正是折腾了半天,最后呢,本来都说好了,一个是周四的早晨,一个是周四的中午,下午有个面试,最后呢,rate,就那个猎头跟那家公司的rate,出了点这个gap,所以说这个,这两个面试都postpone了,就稍微的延一下, 因为他又在去跟那家公司沟通,我希望我们这两个同学,我告诉你,我们也没有回避的,两个人面试一个都是一个职位,就我们俩看的,我拿一个吧,我说你们俩拿一个吧,是不是,这是这样,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刚才也在线,在这线上跟我说,他是礼拜五跟iXR一个面试,对吧,我发现我们的公司都是不错,都是非常好,要么电力,要么healthcare, 要么是,都是非常好的公司,那个iXR问了一些technic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用户iXR没有问题吧,对吧,没有任何问题,电视电话面试没有任何问题,那个iXR问了一些什么,其中问了一个问题是BA,你BA是怎么管理那个dive和test的,是这样吗,好了,这个我的建议,那个就是在我们面试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在谈到BA是不会去drive项目的,理论是, 就在那个我们正常的BA,BA通常,dive和test发生冲突的时候,也不是BA去协调的,了解吧,应该是pm来协调的,但BA在里面是重要的input,你比如他们最大的冲突,最常见的冲突就是说,test觉得这个bug应该是severity1,是不是,应该fix的,那个dive觉得不对,它是应该severity3,我就不用fix,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在打架了,对吧,婆说朋友理,公说公有理,那怎么办呢,那pm在这个时候就会laverageBA,BA代表custom,他来订,哦,我觉得要fix,就fix,是不是,他是这样的,那么说,如果是像我们同学要灵活一点,因为一个企业有大有小,知道吧, 你不要考虑职位,不要考虑BA,他不应该dive,不是的,如果他问你,哦,你是怎么dive这个代表custom,你就说,哦,那你想的,哦,你就是pm,你就来dive怎么做,对不对,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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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这个角度来打,是不是,不要想的,哦,BA我是不dive的呀,对,不用了,那你想,我们这边都有,就都有pm,我也讲pm,所以你,那既然问到这个,那你就想了,就你这个sense, 那你说,那当然了,我要,我要让他们,就是要get them together,对不对,让他们列出他们的justification,是不是,我要work out,然后我要engage其他的我的custom to work out,他的这个,这个,就prioritize他们的这个,这个bug呀, severity呀,对,对吧,然后最后make decision,要实在不行,我可能还要laverage我们committing, make decision,是吧,要fix,fix,还是不fix,等等等等,或者我们要go to什么change process,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 这个,就是如果再灵活一点,问到面试的时候,不要想,然后BA我就不应该dive,他要问你dive,那你就想,你就去dive他,对不对,因为企业有大有小,是不是,有的BA他也可能extend他的capability to drive, drive something,why not,anyway,你都能做嘛,是吧,这是一个建议,但是我觉得我们应付这个HR的面试,应付电话面试,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有失败过,是吧,等到我们下次面试吧,onsight面试,所以说这是我们,呃,几个 一个同学的面试情况,还有一个,今天我非常非常高兴了,那个,呃,我昨天晚上就很高兴,其实我上次就告诉说,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们一个同学非常厉害啊,我说我们那个可以做architect,我就是指那个这个同学,其实他可以完全可以extend他的这个,这个career pass,去做architect,但是呢,architect未必,我觉得architect这个rate呀,嗯,一般不是contract,是吧,这个rate一般十几万块钱,但是不如去做contract的厉害了, 是吧,是吧,这是肯定的,比如,比如这个,比如这个,昨天有一个人找到我,问有,你一问,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senior uptile的位置,它是一个银行的位置,它是contract的,我说你到,我说你的rate是多少啊,他开始跟我说80,我,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要量量量这个rate,是吧,我好给大家来,来,来分享这个行情,我说你80太低了,我说我至少110,他说我最多给你85, 我就给大家来谈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个rate,那他最后85是可以的,我说你这样吧,你把那个job description发给我,也许我的那个network里面会有人感兴趣,我可以给你refer,是吧,然后keep in connection,这是一个银行的一个senior的data architect的reach,那可能他也许是二传手三传手了,是不是,但是你可以看到是这样一个rate,然后我们Dynamic Sam的developer rate都很高,那我们谈到了就是我们 我们Dennis非常厉害,说实话,那个整个过程非常厉害,那个Sense Game Day才开始能不能简历,开始求职,太多机会了,然后那个拿到了好几个机会,那这个这个昨天,昨天那个机会是确实确实的,很急,他马上就要就要去上班了,所以说我我把这个机会那个交给那个Dennis吧,Dennis啊,你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吧,你非常成功,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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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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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这样的话我发这样能有针对性 然后发了之后 这个基本情况是会有很多的反应 就是agent会打电话 然后会对我进行一些面试 然后再给employer 但我这个中间会有节奏 就是说agent 我总体的感觉是agent 他的回复是很快 有的甚至我早上星期一早上一发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 他们就打电话 就开始跟我谈 然后他就把我的发到雇主那边 而且雇主这边会稍微慢一点 有的是在一个星期会有些反馈 然后有的时候会更长一点 在其中就是有一个 我的就是目前这个给我一个offer 这是一个healthcare的这么一个公司 这个也是我比较早的申请 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hiring经理 他们因为他这个是直接去consulting 他就没有进过这个hiring 他们需要的项目也挺急的 所以他们直接就是hiring的经理 就给我打电话 是大约是半个小时的风interview 在interview的过程中 他也没有问很多技术问题 他主要是不是说 他并没有想challenge给我 因为他也看简历了 他主要说你用过这个吗 你用过那个吗 比如说你用过field service吗 你用过ADS studio吗 像这几个是吧 因为他一问这些东西 实际上我只要说我知道 或者我会用就可以了 他并没有怎么去challenge我 比如说他问那个ADS studio 实际上这个东西 我最初也没怎么用 但是他说了我知道它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ADS studio 我们有poto 可以跟这个delagCM集成 但是这个ADS studio 因为我们对poto是非常复杂 所以说这个ADS studio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定制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的意思说 不一定fit我们的这个项目 但是我们有一部分用了 但是用的不是很多 我们主要还是定制 但是我只是说一下这个question 大家自己可能有自己的答案 然后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杨老师几乎强了好多遍的 就是每一个面试他都问我 你plugin什么时候用plugin 什么时候用workflow 我觉得那个列表呢很多 而且呢很多是 就是说什么synchronizer asynchronizer 它的performance 很多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它的区别很微妙 但我觉得大家最好是 能够记住一两点 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区别 你不一定 因为你记得越多 你可能越浑 哪点是差别很大的差别 哪点是类似的 哪点是没有什么差别 是吧很多 但是大家至少记两点 这个比较大的差别 当时呢我记得呢就是一个是workflow呢 就是我可以说一个这个 这个开发人员就可以去design去实现 但是plugin呢必须是这个开发员去实现 对吧 我们必须得一起扣了 另一个呢 我觉得是plugin是可以做transaction 我不能做transaction 我跟他说了 然后呢 他也在技术上也就没有太多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因为只有半个小时 说的时候也是半个小时 然后呢这面试就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呢 这个相当来说这个就没什么动静了 大约两个星期吧 都没什么动静 我现在这个机会就可能就慢慢消失了 所以说我仍然在那个应聘其他的啊 就是因为你不可能一下的就是什么都不不申请了 这样你的机会就没有了 你要有有确实是要有一个节奏 就是说大家要机会多一点 然后呢 一直到昨天 昨天呢 实际上我这杨老师说的 我还有另一个机会 实际上是open的 我在等另一个机会 结果呢 这个这个面试过的这个这个HR呢 或者这个A人呢 他就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呢 他那个healthcare那公司 现在还需要人非常非常急 他们呢 想面试你第二边面试 我说是那个人跟我就是谈过的吧 他说是那个haring manager 我说那这还面试什么呢 还有什么面试 他说他主要是confirm的availability 因为他们很急 我说那好吧 我看这个机会差不多啊 是吧 因为技术已经过去了 他问我availability 怎么的我也得必须的available 没办法 我说行 好吧 所以说他们就昨天又安排了一轮面试 这个呢 主要是确实是check一下availability 他问我那个什么时候能上班 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工作呢 我心想我需要是两个星期的notice 我已经等这么长时间 你们也不给我一个是吧回复 然后呢 你们一说急呢 就很急 然后马上就要上班 觉得你们就是是吧 你们也太不看我们这个了 是吧 但我不能这么说啊 他是他问那个下星期什么时候上班 或怎么样 我说我呢 得两个星期的notice 但是呢我可以有一些option看看我们行不行 那个就是说在前两个星期 我每一星期呢去你们那去两天 去两天 然后其他时间呢 那个还在我当天公司 因为by law嘛 或者by contract我必须有notice 但是呢我要是说我两个星期绝对不行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失去这个机会了 我先告诉他那个我能去两天是吧 到时去不了去一天 先把这个option拿过来 先把这个机会拿过来 然后呢他说也没有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就基本上就是这个面试 基本就谈一下这些东西 啊 然后呢他说了一些他的啊 是怎么怎么样怎么好啊 就是说会或者是这个contract 还有将来还有extended possibility 因为我那个就是昨天星期五呢 我的那个另一个机会呢 实际上那个老板呢 是约我说去喝咖啡的 是有这么回事的 但是我我最prefer的这个功课机会呢 是这个healthcare 所以说我就跟这个hire经理 我就直跟他说了 我说我不想push你 但是呢我得跟你说一下 我对当前的这个状态情况 就是有一个另一家inclier呢 就是他觉得呃也想让我加入 而且呢今天准备跟我面谈一下 我说呢我非常喜欢你这个工作机会 是吧你的这个这个领域 这个工作内容还有这个这个team 我喜欢我想去你我想join 但是呢可能得要accelerate一下这个process 他也非常理解是吧 我跟他说了 我说不是我就是要push你 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之后面试完了 啊他就给那个hire就是给那个什么 给那个agent的打电话 那agent的就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那个agent说我们他们agent准备给我发一个form 也就是说是那个我确认的eform 就是上面一个agreement上面有wait 上面有那个什么七十期结束时期啊 啊让我submit 我说我需要写notification 通过你今天就可以写了 我说那个我能能确定吗 是吧 万一我把这个我的当前那个notification 这个terminate写出去 万一这个offer不成怎么办 突然不会的没有问题 突然那个那个employer已经跟他这个确定过了 就说给我offer 就是给他给到这个agent的这里 他是说他说没有问题 我说那好那好吧 我就把那个他那个agent的这个这个agreement 我就给他发过去了 然后呢 这个agent呢又要了两个ID 然后呢再要一些其他的这些银行信息 我就签了给他 然后呢大约在昨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呢 那个hiring manager 他就给我发个短信 说你的email是什么呀 再确定一下availability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offer 这个finalize是contract 我觉得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最后呢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机会的这个整个过程 但站在中间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机会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那个老板 我我之所以还提到这个呢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些实际上这个employer呢 他们的situation是不一样的 各个公司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在整个申请工作的过程中呢 他这个process或者流程也是不一样的 我刚才说这个这个老板这个呢 他们工资很小 我去有几个人 实际上他有一些人呢是在onside的 就不是就是在client side的 他们自己很小 我没看到他们有HR 所以说跟我联系的呢 直接就是这个boss 所以boss我给他们发简历呢 因为这个不是agent的 我就直接给他们发了 他说是有个机会 也没说permant还是contract 然后呢老板直接给我打电话来了 说哎呀有没有短暂时间呢 咱们talk a talk 我说那就是吧 那就talk吧 但是你跟他一听说话 你就知道这个不是HR 你跟他说 listen 我们只有那个什么 我们向前就见 listen 他就是说话是很带那个 那个我叫什么 他有强制性的 就是一听就是老板在说话 听你听着啊 我们向前二 我们就见面 我15分钟没有问题 什么呢 我说行好吧 然后呢最后一句告诉我 你来的时候别带领带啊 我一听这公司开非常使用意 然后我就去了 虽然大家就是谈 就是那是大畅行星期的事 谈的呢都可以 都可以呢 但是因为他这个职位呢 想要的permant 我想要一个contract 所以在这里边呢 就是大家都不是大家完全那个match 他说最后他想到啊 是不是先给几个月contract 然后再转成坡 然后大家呢 就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没有 也不是说分歧 因为大家都谁也不想定 我也没完全看好这个 就是说这个机会 就是说呢 大家最后没定 明天是过程东西了 但是怎么结束呢 就是没定 所以说呢 大家再考虑一下 下星期再考虑 所以就到这个星期了 这个星期 然后星期一呢 我看他们没有反应 我就给他update 我就给他发message 然后他们一直都没有回 然后一直到晚上六点 我都已经到家了 然后那个老板打电话 哎呀 不好意思 我今天一直在呆某 还没有时间跟那个我那个同事 谈那个味道呢 我说没问题 他说他那个明天再谈 我说行 然后呢 他们就 也之后呢 也没什么消息 我知道这个老板很忙 因为他他没几个人吧 他可能什么什么都管 然后呢到星期四 我又给他update 问他一下怎么样 他说咱们星期五出来喝咖啡 就是这样的 他就喝咖啡 我这个咖啡 我说这个咖啡我喝不喝呢 你说这个你要不喝这个咖啡吧 人老板请你 你怎么能不去喝这个咖啡 所以你去喝咖啡吧 阿伯还没给你 你说这是喝咖啡 是在喝咖啡呢 还是在电视呢 是不是 你也不知道 这个到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是不是 但是呢 既然请了就去吧 所以我就答应他们 答应他们 但是昨天确实也没联系我 没联系我我也没联系他 反正目前这个机会就是这样 就是 这就是这样的 小公司 他有的他的这种方式 大家如果是见到这个 你也也别奇怪 这就是我最近这个几次面试的这个 这个情况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有问题吗 线上的同学们 大家有问题吗 喂请讲没问题 我们听着呢 喂 啊 我在面试的时候呢 嗯 就是面试hr的时候呢 就是面试hr的时候呢 他问过我 因为有两个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嗯 就是这肯定这是hr问的问题 他一个人一个hr问的是说呢 什么呢 就是说what make you different different from others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通用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呢又一个另一个hr呢 就是另一个公司 他说他他的question是what value can you bring bring to our organization 我觉得他这两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样的 就是你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嗯 那个你会给我们公司带来什么 我觉得这些呢 如果是你没有准备的话 突然问上来 因为这个确实是范围太广 而且你必须得就是说呃 马上就要反应过来 所以说希望大家就准备一下 实际上他们问题问题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问题 都一个答案 大家就是准备一下 不然他突然上来 我也我也感觉很surprise 突然就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因为我就 我一想嘛 我反正我就工作经验什么东西 完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什么时候 我就 刚好我就给他说说出来 当然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back fund 但是呢还是准备一下呢 好的 行 那个那个那个Denis 你是你有给大家hints 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当时是没有反应的 不是不是没有反应 我当时是没有准备的 但是呢 那他一问我就马上想我的经历吧 我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吧 这是experience 我可以带来的吧 在一个确实我们现在工作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 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我这个问解决问题能力我可以我也可以给你带过来吧 对吧 这个是我跟同事的关系非常好嘛 是吧 这也是 这也是 这都是我 我就这样打的 我觉得不会 市场不会太差了 非常好 那我先 我大家在想想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 那个就是在这个整个的面试过程中有没有技术问题 觉得回答起来有点困难的 说实话 不是在这个 在这里 再不是在这个Hire Manager里 不是这个过程中 有前面呢还有别的一个面试 非常有意思 这个是Hire Manager里的 他呢 因为我刚那个刚开始申请了 就是有些产品不知道 他问他问我一个那个什么 他问我你用过ADX Studio吗 我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 你知道吗 我说sorry what 他说ADX Studio 我还是没反应过来 你知道吗 我说这个今天是我的 这个是Hire 那个他应该是不懂技术 我估计他问我Viso Studio 他没听清 我说Viso Studio 我用好多年了 嘿嘿嘿 好 那你用老过年了 他也不懂 是啊 反正这个呢 其他的面试都可以 就这个问题 我回来一想 还挺挺挺可笑的 我没听清 确实没听清 好 这个这个非常好 这个其实ADX Studio 我们有一个同学叫Alan 在做Investigation 会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因为ADX Studio 现在是一个Potel 跟那个Denisad 集成的比较紧的一个Potel 系统 至少让大家了解他 这是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整个Denisad 因为我知道你在开始 这边有不少位置 是不是 一个是政府有一个Level3的位置 是吗 然后一直在在GoToProSize 比较match B的 然后那是个Level3的 那个REAT应该很高 那个在沃太华 是 还有一个 后来我就知道了 有一个Healthcare的 就你现在拿到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对对 做Consulting的位置 是不是还有一个 你刚才你那时候告诉我 有一个REAT 在BID的时候 那么低的REAT 就把那工资拿走 是那个 还有另外一个位置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呢 面试也 面试完了 也基本就是说 从Agent那边得到的反馈呢 也挺好 他说那个大约有三个人面试 然后呢 只有你呢 他问到了你的 是问到了我的这个REAT 对 也是问到我的这个REAT 然后突然比较倾向于我 所以说这个呢 那个小公司呢 我一直在等这两个 其中一个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结果呢 Agent告诉我说 那个公司已经害了另外一个人了 他的REAT 只有65 说65 那人 是65 是55吧 我忘了 完了就接受了 这我就 没办法 无话可说了 那有人接受就接受了 是吧 但是我觉得不是 不是一个正常的 正常应该有的这个REAT 对没错 其实 因为他没法跟你再谈了 你的REAT 跟这个达到这个 他没法谈了 是不是 跟你加二十三十都不行了 所以他没法谈了 那只有只有他那个 没法跟你谈了嘛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他说不是我的fault 然后他就说他他还 然后就他说不是我fault 然后呢 怎么会给我介绍其他的机会 中间还有其他的 但是我就觉得什么情况都有 还有一个机会呢 就是呃 就是呃 然后是我跟你说过就是一个集成的 跟那个 那个 我知道 把握我 找我呢 然后呢 说过两天呢 总的安排跟电视 然后呢 呃 然后就没消息了 没消息了 这个本身我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嘛 这是他找的我 所以说我就没管 然后呢 一个星期之后呢 他又跟我说 哎呦这个职位还是open的呢 是那个他那个hr呢 还是什么manager呢 是sate 然后呢 大概是还在给我update 这些信息 呃 反正也没有final 呃 反正有多条头绪吧 像那个刚才那个杨老师说 那个政府呢 那个政府呢 是非常慢 那个超出了我的 呃 因为他的呃 他就是要我的简历啊 然后呢 又给我发一些form 要我填 呃 就是很复杂的那些form 然后呢 之后就没什么消息了 没什么消息了 呃 过了一段时间 他说给我发到这个client 就是发到政府的那 他在review我的profile 然后过段时间又没有消息 我说这个估计就是有没有没过呀 还怎么 但是一个星期呢 他又给我发一个update 突然那个呃 就是说你还是potential的candidate 就是说 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往下一步 然后呢 又管我要这个top secret的这么一个什么 然后我说我说当天没有是吧 哦 我说需要什么资料 我就都给你提 然后呢 他又又属于这个休眠状态了 就是不知道 反正是非常非常慢 我也没办法去打这个职位 但我觉得确实是很多职位 嗯 那个呃 但是这个过程确实是呃不一样 嗯 每一件事都不一样 你看你 你知道月征经历了很多吗 从 哎呦很多啊 这就哎呦 我我还要当年还要上班 你说下个星期每两天要去内的 然后还有当天自己公司哎呀 这就是很多什么可以想象 不知道怎么做 非常非常好 恭喜 那个大家还有问题吗 谢谢 这是个机会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嗯 有问题吗 呃 那个我我想问一下就是 但那次他之前的那个工作经验都是哪方面的呢 就是这个经验对他现在的求职是不是呃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呢 他是不是都一直是本地的经验 是是本地经验 我我必须说就工作经验呢呃 呃 起很大的作用 然后在一个公司呃 当然了我们不得不说 就是有时候一个公司那个什么就是他的名口也会起到一定作用 啊 我觉得取决于你的面试者 就是面试者呢 有的人呢 就是他可能是专门做Dynamic CRM的 哎他就会专门问题啊 专门关注你Dynamic CRM 但是如果这个面试的人这个是有很长时间的工作背景的 他之前的不是做这个的 呃 他会有其他开发的 那么他给你聊的这个topic会会很多 像那个上次的那个就刚才说的小公司呢 他是个问他有很长的背景 所以他跟你谈论的问题呃 什么都有 他问问题 你做个support嘛 是吧 就是我估计说他有一些项目就是已经交付了 但是呢 还有一些support 但是你要说我做个support 对吧 support什么是support 就是说你的产品那个release之后到production之后 一般会有呃 几个星期这个叫做support 这不是support 有几个星期的叫做啊 那个post deployment 这post deployment之后再出现问题呢 就是专门有一个team 他们做这个production的support 就是说有一些bug啊 这有另外一个啊 这个managed cycle 你要做个就做这个 这个我觉得不是很难 但是呢 就是说他希望你那个就是能去support 你可以说我做过了什么都可以 非常好 那个我们肯定是一个关系 现在上有个同学 能不能你大概的rate在什么认知上 给大家说一下 就现在这样的位置 如果大家在求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哎 哎 我觉得如80到90吧 哈哈哈 但是如果是政府那个看来是还是说少了 可以要的高一点 这是我的experience啊 啊 政府会啊 他deviper 今天那个Denis分享的是我们deviper求职 行 大家还有什么 我觉得呃 呃 不好意思 就是我在呃 但是我找工作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就是他的呃 他在提供的要求的时候呢 也是70多到80的这样也有啊 但是在我应聘几个职位的时候呢 呃 他问我多少钱 我说85的时候呢 因为我说我当前的 他只是这样跟他说的 他说那么 这是他的回答 OK OK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best practice 就是你在要rate的时候 你告诉你现在多少了 是不是 对这个肯定你现在的多少 人家好balance 是吧 那个行 我只要想根据将来再拿的 再根据将来拿的职位呢 再跟他探讨 我要说直接是说 那个就是我这个职位 我就要这些 我就好像觉得自己就没有在这个 讨价 淘价 淘价 或者是 一个这样一个人物嘛 而不是简单的去学这东西 而是他会能引导你的这个 呃 职业方向 我觉得这起点很高 就是这个就是学的这个技术啊 这方面 起点很高 我觉得大家如果是 只要是跟住这个杨老师 是吧 follow他的啊 我觉得一定会有个好的结果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好的分享 非常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那个其实我非常proud 很厉害 我们有几个同学都非常非常厉害啊 那个我这边有一个 第一个我们那个 就是 Tony啊 Malisa啊 还有那个我们以前去年那个 我们的Wandy 去年的Wandy Denis 还有那个Joshua 你看看 他们就是在一个过程中 哎呦 其实说实话啊 你求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experience 在他们分享的时候 我从他们的身上 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你比如那个Malisa说 哦 面试就是公关 对吧 就一句话 公关两个那就是公关 所以确实我从这个整个过程 都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非常好 非常感谢那个Denis啊 非常感谢